达鹏山大酒店 豪华湖景套房等各类客房225间 另外还拥有酒店、餐厅、健身设施为核心的度假产品 可用于举办各种活动的理想之处 推开大唐纳善沉甸店的大门 眼前展开的是一个风格奢华的扩大空间 大块的彩色羊毛地毯从头铺到尾 天花板上华丽的法国的水晶灯 晶莹剔透 璀璨夺目 每个角度都折射出如梦似幻斑斓彩光 这不愧是五星级酒店 大唐都如此壮观和洁净 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唐 环顾了下四周 以浓重而不湿活泼的色调 奔放且大气的布局 近似自然优美的线条 给每一位客人豪华舒适至尊至贵的体验 由内籍外无故彰显皇室气派 将您带回到神秘的贵族奢华尊贵的生活 我连纸在导航吧 要转弯了 反正你告诉我一声稍微慢着点啊 我们从大陆走啊 从大陆走 各位叔叔阿姨早上好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还好 这个酒店的房间应该还是蛮开阔的啊 我现在不愧是这么的 这么的 我必有敌我 我必吗 肯定没有问题 对啊是吧 而且16层怎么会是 蚊子比你想象的 搭电梯的能力很有钱 哈哈哈哈 蚊子 蚊子冷了 蚊子冷了啊 天气一冷下来呢 蚊子都休息起来啊 蚊子休息起来 哈哈哈 这个如果离夏天 大夏天的来的话 这蚊子20楼很多少不去的 20楼少不去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山啊 那么高啊 对不对啊 它从山上来的 哈哈哈 各位叔叔阿姨 我们的正前方 那桌像馒头一样的山 就叫尼罗山 哈哈 开玩笑啊 叫佛龙山 佛龙山 尼罗山是当地人的土话的叫法 说这个是尼罗山啊 为什么叫尼罗山 有个叔叔问的好 他说徐府驾船出发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海上呀 我说是海上呀 我们现在在 在走的地方就是海上呀 渥卢山 美洲旅行 寅市旧宅 渔市旧宅 位于浙江省慈禧市龙山镇山下村 是民伯邦代表人物于洽青赴上海经商发起后 回乡建造的中西合璧庭院 整个建筑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 气势宏大 建造工艺精湛 体现了当时较高的建筑水平 在布局上 于是旧宅已贯穿于中轴线 主次分明 秩序井然 拥有鲜明的特色 屋内的装饰也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庭院内中有绿植 花团锦簇 将旧宅映衬的旁壁生辉 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 焕发出新的光芒 于和德1867至1945 自洽清 神称阿德哥 浙江省镇海县龙山镇 山下村县属慈禧市神 1881年到上海商行当学徒 1892年起立任得商鲁林洋行 华俄到盛银行 荷兰银行买办 于恰清还在龙山创办过电话及电报房 方便明播上海的通讯 1929年至1933年发起建造永关 镇落镇大三条公路 1939年又与从地善清出资书郡凤浦湖 以立农田灌溉 1945年4月26日 于恰清在重庆病故 享年78岁 一年11月归葬于故乡龙山 旧宅分为前三镜和后两镜镜 我们先去前三镜中央的天婿堂 这是古宅内的核心 是主厅 名字的来历意为 共序天伦之乐 于恰清幼年丧父 对母亲极为孝敬 发家之后花费巨资修建房子 世上母亲一养天年 厅内有做工考究的红木家具 令人惊叹 厅门上挂着讲题写的 书材报国匾额 这是对于恰清捐资 购买战备物资 又以抗战的包扬 天旭堂的西侧是书房和卧室 右侧是小客厅 都是红木家具 小客厅旁是金堂 供与母念佛所用 金堂对面是教房 内有一顶教子 看得出于嫁清 为母亲的生活考虑得非常周到 沿着游线走到第三镜 天旭堂是第二镜 第一镜是正门进来的地方 保安是什么的 这里是大厨房 花厅和帐房 还有第二镜北边的小器事等 功能齐全 天旭堂被测 还设有游客休息处 可刺激播看旧宅的视频资料 美中不足的是 不能上到二楼去 楼梯上的门全部关着 再穿过通道 去扣两镜 这里的建筑年代 稍微晚了几年 建筑形势也非常奇特 是中西结合式的 基本上一楼为中市 二楼为西市 平院内有近百岁的广玉兰 柱子和墙壁上都有精美的浮雕 岁月的痕迹历历可数 第四镜是于恰清世纪展厅 要从正中间进入 左边是金氏之路和金银之道 右边是僧子之情 看过资料就能对于恰清 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了 他是爱国爱乡的大资本家 为辛亥革命和抗制战争出国大力 也协助国家反共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之 他不失为一位杰出人物 最后一镜是 宁波商邦慈西神世纪陈列 和于氏旧宅建筑群陈列 如果对建筑感兴趣 又可以研究个半天了 总体而言 于氏旧宅是相邦值得一游的 宁波商邦慎 好